越南政府因應武漢肺炎 一度暫停來往中國大陸、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有航班星期六返港時一度滯留 雖然之後禁飛措施取消即晚返港 但是已經令飛機安排出現混亂 原本和一晚返港的包機旅行團 因為航班延誤 陸團近200人滯留十多小時 據了解旅行社安排他們 在星期日I-Mind登機返港 另外,菲律賓據報亦暫時禁止外國人 經中國大陸和港澳入境 有乘搭過太航空CX921飛往宿澳機場的香港人說 飛機降落後扣機扣人 只是被持菲律賓護照的人下機 估計機上有近百名港人滯留 東網記者 李刊瑞報導